好,小朋友的追捷课我们要来上数学咯 请你把你的课本准备好 翻开140页,141页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算周长 要准备好你的直尺了吗? 好,我们来看到最上面这一题 请你拿出你的直尺 记得刻度要对齐零 好,我们从顶点出发 好,拿一把尺量 嗯,这样子几公分呢? 然后再从这个顶点对齐刻度零量这个边长 再量这个边长 把三个边长接在一起 这就是它的三角形的周界 再把三个边长加在一起 就是它的周长 好,我们来看这个量的动画哦 看看有没有跟你量的一样哦 好 量一量,三角形的每条边有多长? 三角形的三条边分别是 四公分,五公分和三公分 它的周长是几公分? 好,你量出来了吗? 是不是一样呢? 如果差那么一点点 那有可能是每一只尺 它在画刻度的时候没有那么精准 那你就先忽略它 好,那也有可能是你刻度没有对齐零哦 要注意一下 好,那把它写上去之后呢 来,这是它的三个边长 那周长呢,我就要把它加起来 所以我们一个个加,先加上面两个边长 好,下面的正方形 每条边有多长? 小朋友请你用红笔或是阴光笔 把正方形highlight起来 请问,正方形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嗯,没错 正方形的每条边都一样长 所以我们来量出其中一条边 就知道其他几条边的长度了 所以呢,我们跟着动画量一量哦 看看你量的对不对 下面正方形的每条边有多长 先量一边的长是四公分 正方形的每条边都一样长 所以四边都是四公分 它的中长是几公分? 说说说看,你是怎么算的? 方法一,把四条边加起来 四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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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等于十六是十六公分 方法二 每边长四,每边长四四 这单位请你务必把它写好 如果你想要用英文缩写的话 它是CM 好 请你把它写好 好了之后呢 请你看到下面的做做看 好 做做看 我们看到它已经给你编长了 所以算周长的话 我就把每条边加起来 好 有没有小朋友已经写好了呢 小朋友 这边老师提醒你一件事情 我们在计算周长的时候 有可能图形长得很奇怪 那它如果有很多个边的话 那我们可能需要做一点助记 比如说我先算了八公分 我就做一个记号 就写八加 好 接下来我要算十公分 把十画掉代表我已经写了 好 加上第三个边 十六公分 我才不会重复算 再加上十公分 好 只是提醒自己 不要重复算 好 来 八加十 这里是十八 这里是十八 十八加三十六呢 十八加十六 对不起 这边更正一下 十八加十六是三十四 好 三十四加十是四十四 好 小朋友你算对了吗 好了 要把答写上去哦 这边提醒你一个小方法 就是要把它画掉才会重复计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答案是四十四公分 好 好 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到右手边 下面长方形花谱的周长是多少公尺 小朋友请你把公尺圈起来单位要记得 他今天用的单位是公尺哦 好 来 长方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没错 上下的长度一样 左右的宽度一样 好 我用不同的记号注记哦 好 所以七加七 对不对 这是第一种做法 就是一样的五线加 三三 等于十四 然后呢 左右两边三加三 等六 加起来等于多少二十 好 那或 这就是你知道说 它长方形的特别的地方 然后算出来它是二十 对不对 那第二种呢 哦 第二种方法蛮聪明的哦 小朋友你看到第二种方法了吗 第二种方法呢 它是把不同长度的边 先分别乘以二 为什么 因为它对面的长度跟它一样 所以七乘以二是四 三乘以二等于六 两个相加起来就是二十 好 更聪明的方法来了 哇 第三种方法 是最聪明的方法是最聪明的方法哦 它把两条不同长度的边先加起来 然后再一起乘以二 我们两个的对面都是一样的长度 所以我们两个先加起来 然后再乘以二 就是两组的长度加起来就是它的周长 答案也是二十 好 最后请你要写上答哦 答是二十公尺 好 这边要特别提醒你 不要被骗了 一定要记得注意题目的单位 好 来看到下面第五题 题目告诉你呢 每条长八公分的棉绳围出来的图形 请问它们的周长是多少公分 好 首先请你帮我把每条圈起来 所以这个是要放在前面的单位 好 这里呢 我先算第一个图形 它有几条棉绳啊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所以四乘以八 对不对 好 小朋友反应很快哦 错 老师刚才有提醒 每条要放在前面 所以是八乘以四 等于二十三 好 三十二 小朋友九九成法不能忘哦 他们会跟着你一辈子 你一辈子都会用到九九成法表 好 来 三十二公尺 不对 是公分哦 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到右手边这一题 好 来 我们看到第二题 我们来数数看有几条棉绳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六条 好 来 所以六乘以八 小朋友很细心哦 是八乘以六 每个为单位的要放在前面 第二个是乘以数量 等于四十八公分centimeter 好 来 把它写上去 好 单位要写好哦 好 那请你也自己用铅笔做筑记 到底几条棉绳不要重复算了 好 今天数学课就讲到这里 请你要把它确实的完成 然后做练习哦 我们下次见